长老发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善知识 妙法连法经现在讲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评 普门评常文句诵 常文有两番问答 初番问答 有总答 有别答 总答说过了别答有三段 第一 约 口业机 敏应 注重在专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就是免欺难 第二 约 一夜即明音 就是离三读 以制成功进 专一期心念观世音菩萨 可以消除众生的根本烦恼 贪嗔痴 所以叫做离三读 这都讲过了 第三 约深夜即明音 就是满二求 明二求 今文有两段 先说明二求 求男求女 那么然后解态 今文 若有女人 摄欲求男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便身福德智慧之男 摄欲求女 便身端正有向子女 俗之得本 众人爱尽 这是明二求 世间上人道众生啊 我们都是人呢 在人道众生 尤其我们中国人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总是希望有后代继承 这个祖先的香火 所以万一这个家庭里没有后辈 没有儿子 那么他就会想办法祈求 那么所以今文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 有满众生的心愿 如果世间上有女人 求本来是男女都求了 但是女的求得更切 所以愿女人说 实际上男女度求 奢欲求男 假如他没有男孩子 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男的孩子 那么要怎么办呢?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这就是科幻里面叫做 《月深夜即明印》的意义了 因为要求男求女要注重在 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 既然是用深夜恭敬礼拜 当然里面也带有异业 那么称名也有口业啦 但是因为注重在礼拜 身体的礼拜 还有供养 所以叫做月深夜的根基 祈求啊 感动菩萨 能够使他得到满他的心愿 所以如果能够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变成福德智慧之男 求男的男 而且不是普通的男孩子 是有福德 福报很厚 有智慧 聪明智慧 所以这种有福德 有福德 有智慧的男孩子 他能够得到 就是求男的男 奢益求女 也有人如果有一个男孩子呢 他也希望有一个女的 那么如果深夜他要期望求一个女孩子 也能满他的心愿 能够使他变成端正由相之女 女孩子很注重的就是相貌 要端壮正俗 有福德之相 有相 有福德相 相好不但是美丽而已 要有福德之相 人见到会生 不但是欢喜心 而有恭敬心 俗词的本 俗是过去 就这个女孩子她过去是 已经种下很深固的功德 为她做人的根本 因此 这个女孩子生来之后啊 众人看到都会生欢喜心 众人爱敬 而爱是欢喜心 敬是恭敬心 对这类的这个女性 她不但是欢喜而已 而且会有严肃的恭敬心 所以众人爱敬 这句话 如果断章取义的话 有的时候也会闹出一些笑话 嗯 嗯 那么有些不认识字的人 只听到这个众人爱敬 嗯 那么有发生一种错误的观念 我从前住在石头山 嗯 山上在四十年前呢 四五十年前 虽然是出家人很多啊 但是文盲也很多 不认识字的并不少 那么 其中 有一个 老修行啊 他天天都到外边去化园 嗯 化园拿到钱回来做什么呢 他就去买很多吃的东西 有个米家了 啊 还有面条了 什么这个吃的东西啊 嗯 统统买回来 嗯 买回来 就自己到厨房去帮助这个饭头司煮 啊 做做供菜 就来供佛 供佛之后 就把这个供菜就供养大家了 就打斋了 嗯 那么他经常这样子做 我觉得很奇怪啊 嗯 我就问他说 哎那你为什么天天呢 都去化园 化有钱呢 就这样子 嗯 这个买供菜供大众呢 这是什么意思啊 嗯 他说你没听到吗 普门品不是讲吗 众人爱敬啊 嗯 他把这个众人爱敬看着这个买东西供养佛 供养大家 供啊 这个叫做众人爱敬 这就是 虽然是也不是有什么不好啦 反正他发心供佛几生总是好事情嘛 但是他把这个众人爱敬啊 断章取义变成是化园打灾共众 呵呵 这个以经文的原意啊 完全是距离很远啊 嗯 那么经文的意思是说 您求女的女 而且这个女孩子啊 是很端章端章 而使人看到身欢喜心 而又身恭敬心 所以叫做众人爱敬啊 并不是说叫你天天去化园打灾 嗯 那么这是 文字上 小文呢 啊 就是约四十 约四十 约四十向上的解释 啊 呃 可以引出一些四十的证明 求男登男的四十证明 嗯 有一部书叫做《一行居集》 《一行居》 嗯 《一行居集》里面 有这么一个记载 明朝是大师之一的韩山大师 韩山德庆大师啊 嗯 她 她 她的母亲呢 梦到 观世音菩萨抱一个孩子给她 那么她就把这个孩子接下来 那么从此怀孕呢 就生下这个韩山大师 这个韩山大师出世之后啊 呃 韩依依常忍呢 呃 出世之后 就会合掌 嗯 她就晓得合掌 嗯 那么看到佛菩萨像 她就很欢喜 就会笑 嗯 就会合掌 等到她长大了 稍微到了这个小孩子的时代啊 才开始读书啊 她九岁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念 这个法法金补门瓶 九岁就会念 没有人教她 她自己就会念 嗯 这个很显明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所述的 嗯 所以她一生下来啊 她就有这个 呃 深厚的善根荣子 后来成为一代祖师 韩山得亲大使啊 她有韩山梦游吉 呃 她一生的著作也很多 呃 愣言经有通议 法法经也有通议啊 呃 呃 同时就是在明朝的明朝的四大师 最后一位 偶一大师 偶一大师 他俗姓姓钟 他是 木 木毒人 呃 大陆的这个 楞岩山下的这个 木毒那个地方人 呃 呃 所谓无人呃 呃 呃 他家 俗姓姓钟 呃 他的父母年纪很大了 还没有孩子 那么他的父亲啊 天天都在修观音法门 十大悲咒 十年 呃 梦见观世音不上 呃 这个 抱了一个孩子啊 送给他 那么然后就生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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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初次就跟他的父母拜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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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后来 出家成为一代祖师 他的著作等身 呃 呃 我们现在讲法法经啊 呃 呃 呃 法法会议就是偶尔大师所住的 所以偶尔大师也是观世音不上送送来的 还有同时在这个明朝 明朝 明朝末清朝初 呃 呃 差不多跟这个偶尔大师同时的 还有一位 专尔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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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冠红 他的名字 法名叫做冠红 呃 专尔大师就是吃苦瓜的那一位 哦 我以前讲过这个 剑月律师啊 到他那边去吃苦瓜的 那个吃苦瓜的那一位 呃 这个餐司 专尔大师 他出世的时候 出世之前呢 他的母亲 就是 梦见观世音不上 带了一个小孩 他把他接过去 那是会走路的小孩 把他接过去 呃 那么 然后啊 这个 生下这个专尉大师 后来出家 成为一代很了不起的 禅师 这是一位禅宗的大的 呃 像这一类的 求男的男的故事啊 呃 感应路里面很多 求女的就比较难找了 呃 呃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中国人一向 是重男 亲 亲女呀 呃 呃 好像男孩子很重要 女孩子没有没有什么关系 呃 因此他只是希望能够接触他的 家庭的 这个香火呀 所以都是差不多 就是求男 这求男的故事 在感应路里面 呃 记载很多 呃 不是随便能够见到的 有一部书叫做 《俗一记》 啊 叙俗的俗呢 《俗一记》啊 呃 这个 《俗而第一》的那个书啊 啊 叙俗 叙俗的书啊 《俗一记》这一部书里面 他这部书专门记载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的了 呃 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当中 其中有一个故事啊 说 荆州 啊 荆州那个地方啊 有个姓黄的 姓黄的 这个姓黄的呀 年纪很大呀 才生了一个女孩子 可是 他的夫人这个 生了女孩子之后就死掉了 那么他就是 老二 啊 没有去成为贯妇了 啊 那么就自己很辛苦的 养育这个女孩子 啊 他心里很难过 他年纪很大 老了 啊 那么只有这么一个女孩子 那么他心里总想很糟糕了 啊 他的香火呀 后边没有继承人啊 因为只有一个女孩子 那么因此他从此 这个女孩子生下来以后啊 而他的太太死掉了以后 他就专修观世音菩萨的法明 啊 念念不忘 这个 大白周啊 普门平啊 观世音菩萨圣号啊 啊 好啊 很用功的 在哪里修持 这个女孩子 到了十多岁啊 他就学习这个刺绣 刺绣 刺绣 修人像的 那么后来他会修呢 他就修观世音菩萨像 专门修观世音菩萨像 因为他跟着修观世音菩萨法明呢 这个小孩子也在念观世音菩萨 他边念就边修观世音菩萨 他修了一尊很庄严的观世音菩萨像 那么祝月礼拜供养 有一天啊 这个女孩子已经十四岁了 这个黄老头的女孩子十四岁了 那么她在菩萨面前祈求她 天天看到她的父亲啊 她的爸爸在菩萨面前拜菩萨的时候 都在流眼泪 问她说 爸爸你流眼泪做什么啊 她说我们的行罗要拍高色啊 就是说她后边没有继承人啊 你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孩子 我难道不会流泪吗 不会痛苦吗 她的女儿想得很难过 那么自己是个女的 没有办法继承啊 那么她也祈求观世音菩萨 是不是能够把我改变一下 转女成男 她有这么一个心念啊 很奇怪的 有一天晚上啊 她梦见观世音菩萨 她所绣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样子 完全一样的这个菩萨像 那么这个菩萨现前呢 来到她的面前就跟这个女孩子说 她说你的父亲老了 也没有办法让她再生小孩了 你们的祈求 我应当要满你的心愿了 而且你父女两个都是很用功很修行 都是你又很孝顺 那么我要满你父亲的愿啊 我想我只好把你转过来吧 拿一个药丸给他吃 你得替我吃下去 她在梦中就把这个观世音菩萨给他的药丸 就吃下去了 吃下去就大睡了 就分睡了 那么睡了两天 她就是没醒过来 她的父亲早起了 难道这个女儿也没有希望了 那么但是她看她的样子好好的 就是跟睡罗一样啊 那么不管她了 就这样子啊 分睡了七天七夜 等到她七天七夜醒过来之后啊 哇哇的哭 那么一哭啊 发现她这个下体很痛啊 那么等到她醒过来之后啊 真的变成男的了 十四岁的女孩子变成男孩子 当生转女成男 齐齐透了 所以难怪就是数亿计 专续说这个奇异的事迹 最一直出在这个数亿计里面的记载 我只看到这一条 十四岁的女孩子 有观世音菩萨梦中给她一个药丸丝 结果转转女成男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啊 有一部书叫做己求书 求人不如求己的那个己求书 己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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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个记载啊 是没有记朝代啊 知道是荆州人姓黄 没有记朝代 己求书里面的记载有一样故事啊 是姓杨的 己求书里面说是明朝 明朝啊 清朝前面的明朝 明朝有个姓杨的 叫做杨黄 她是读书人 她是读书人 她也在地方上啊 很肯啊 用心啊 修种种的善事 那么正好碰到这个战乱 的时候啊 发生一个这个家变 笼得家庭流离是锁了 她有一个女儿 只两岁 夫人死掉了 因为这个天下大乱啊 啊 那么她就拢得没有办法啊 呃 带着一个女孩子 呃 这个只有两岁 呃 那么心里也很难过 碰到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啊 不晓得怎么办 呃 那么她只有专念观世音菩萨 她平常也一向是信佛拜佛的 就是专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 后来啊 她这个两岁的女孩子 呃 也是祈求的情况跟前文差不多要相同 呃 不过时间没有那么长 呃 那个孩子两岁啊 在这个大睡当中醒过来 哭醒了 醒过来也是两岁转女成男 又变成男的啊 不过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个几求书 几求书 呃 呃 我只发现这两个 这个转女成男的故事啊 是 呃 呃 在当生转过来的 这非常起义 呃 是因为她家里没有男孩子 把这个女孩子转转成男的 呃 这是非常起义 前面一个出在数亿记的没有朝代 呃 但是有姓 呃 知道是荆州人 后面一个出的几求书是明朝 明朝 明朝也没有详细朝代 知道她是姓杨啊 啊 我中间的文字很长啊 我们从略就是有这么一个记载 就是显示这个呃 这个女的当生可以转女成男 这显示这个观世摩萨的感应呢 那真是不可思议啊 啊 那么这都是 所以 呃 事实的证明了 呃 说一个这个真正对于观世摩萨法门 真正在下功夫修行的人 呃 那么只要她过去生的善因俱足啊 是随手求啊 都能满手愿的啊 呃 那么这是事实的证明啊 呃 至于这个观世啊 我上次曾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 呃 就是把这个男女以修观的方式来呃 做解释啊 呃 就是把这个男女比作卑制啊 呃 慈悲 智慧啊 呃 呃 《维摩经》里面 有这么一段句说 自度菩萨母 方便于为父 一切众道师 五不由是生 法习于为妻 慈悲性为女 善性诚实难 这是以法来呃 呃 做修观 灌成父母 子女 呃 方便波罗密啊 就是菩萨的父亲 自度菩萨母啊 方便于为父 呃 呃 所有一切众道师 道师是指的佛 呃 有大慈悲 有大慈悲 有方便度众生 才能成就佛国 所以一切众道师 无不由是生 一切诸佛 都是从这个地方受生的 也就是说 一切诸佛能成佛呀 法生慧命 都从般若智慧里生长起来 那么 学佛 行菩萨道 法习于为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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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至同时都要求 行菩萨道的人要有慈悲 也要有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的慈悲 那会有危险 所谓慈悲深祸害 方便出下流 那就是因为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必定要有智慧 所以求悲求智 求悲等于求女 求智等于求男 所以这个男女这种的悲至男女 无论谁都要求的 不但是在家人要求 出家人也要求 不过求的不是世间男女 而是求的大悲大智 还有一个比方就是定慧 以女性来比禅定 以男性来比智慧 这个戒定慧三不漏学 以女性比定 因为女总是比较柔顺而静定 所以用女来比这个禅定 男性要有刚的智慧 所以男性表智慧 所以定慧两门 也是男女的表法 因此求定慧 求悲至 学佛的人 无论你是在家出家 都是同样需要祈求的 所以叫做求男就能得男 求女就能得女 不是指世间男女 而是指般若智慧 大慈悲心 或者是禅定 与般若智慧 我们一天到晚修学佛法 都是在求定求慧 都是在求男求女 那么用意就是要 杯子双运 辅慧二言 然后才能圆成佛国 所以不只是一求二求 而是永久祈求 一直到成佛为止 才可以不求 那么这个禅定智慧 杯子 都是要终这一生 敬畏来机 一直到等觉菩萨 都在求耳没有停止的 所以这个求男求女 以这种的道理 来做表法的说明 那么这是满二求 使众生两种的祈求 求男求女都能使他满缘 接下去解叹 总结上文 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 为神不可思议 所以经文后面接触说 吴敬义 观世音菩萨 有如是力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 在观世音菩萨 福不堂卷 这就是接叹 总结这个满二求之文 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圣德 那么满二求的文字说完之后 佛对吴敬义菩萨说吴敬义啊 这位观世音菩萨 这位观世音菩萨 他由上面所说的这种的伪的神通之力 如是就指上面上面这个求男的男 求女的女这两种事 菩萨有这种伪神之力 使众生能够满缘 那么因此之故 世间上如果有众生 小的供养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所修的福德 不会堂卷 堂卷呢 就是虚费的意思 不会说是有因无果 不会有这种情况 那你念一句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就得一个福德 消一种罪业 所修的福德 无论你多少大小 那么绝对不会吸费 不会空过 就是说不会没有这个功德了 绝对有大成就有大功德 所以这个福德 不会堂卷 就不会吸费 不会没有 必定有大福德 能得大智慧 只要你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那么你要求智慧的智慧 求慈悲的慈悲 都能满你心愿 没有禅定的禅定 没有智慧的智慧 所以所求都能满愿 那么到此为止 就是第一番问答 初番问答的第二 别答 别答说完了 那么总答别答 第三 劝慈明 那么既然是说明菩萨能够满众生的心愿 通通都能满愿 那么因此啊 就劝众生 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所以劝慈明 劝慈明啊 经文有三段 第一 劝慈 第二 葛亮 第三 劫探 第一 劝慈 五分 二 二 一 二 二 二